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台剪指研学馆的负责人刘云珍 主要负责春霞剪指在厦门的传习推广和文旅文创 那我的师傅孔春霞老师是国家级能工巧匠 省级代表性 飞夷传承人 曾经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是福建飞夷剪指的杰出代表 中国剪指是穿越数千年的镂空艺术 被誉为民族的母体艺术与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 深深融入了全球花人的共同的血脉力 那么福建是中国剪指的重镇 2009年福建的张浦剪指这种剪指作为中国剪指的指向 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名录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世界飞夷 其实剪指就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那我们平常在一些民俗活动 比如说明南最代的一个民俗活动就是拜天宫了 那我们在拜天宫的时候呢 往往会在贡品上面放一些礼花 还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一般会剪一些窗花贴在这个门上 从小因为这一些东西就会觉得很美 剪指很美就会喜欢去剪 那到2005年的时候认识了我们孔老师 一下子打开了对剪指的这种认知 原来剪指可以美得这么的丰富多彩 它不仅是古朴的素雅的传统的美 它还带着些许的神秘 剪节中又蕴含了很丰富的内涵的 历史文化让人忍不住想去探究 飞仪是传统文化的这个精华所在 剪指则是打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金钥匙 那么多灿烂美好的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带不仅要去继承 而且还要把它从老艺人手中从博物馆里带出来 走入更多的年轻人融入更多现代元素和文旅文创 让飞仪创造生活之美 让飞仪更加吵起来 我们两岸人民一一带水 血脉相连文化同根 您也希望这次两岸手工艺人的雅吉 能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手工艺人 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我们特别期待能和台湾的剪指同行加强联系 一起把厦门作为剪指记忆展示和文旅文创的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